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二叔年轻的时候谈过一个姑娘 眉清目秀 一脸贵气象 那时候呢二叔还只是工地上一个不起眼的瓦工 每天起早贪黑 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三千块 大家都说是他高攀了姑娘家 可是姑娘并不在意 铁了心要跟他在一块儿 三天两头地往他家里跑 每次来不是带着水果就是猪肉 帮他们改善伙食 其中买的最多的是荔枝 因为二叔爱吃 但自己又舍不得 收到东西的时候 二叔自然表现得很开心 可是内心深处其实很自卑 他觉得自己家里确实太寒酸 配不上对方 于是零八年的时候 他下定决心跟几个弟兄 合伙承包了外地的一个建筑工程 准备挣点钱 再风风光光地把姑娘去金门 但没想到他这一去 就是两年 等再回来的时候 女孩的父亲不幸生病去世了 按照当时的习俗 子女要守孝三年 不能婚家 于是所有的事情都只能延后 而这一等 又是三年 他们的故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 等 最开始是女孩等他 后来是他等女孩 但不管谁等谁 两个人最后都没在一起 因为那些年发生了太多的变故 先是女孩跟母亲一起去山东投奔了舅舅家 后面二叔的工程出现问题 在广州处理了两三年 也没有结果 中间又很长时间两个人处于断联的状态 那时候他们都害怕成为对方的负担 都觉得对方离开自己会过得更好 所以一个没有挽留 一个没有回头 感情逐渐变淡 等到两个人再有联系的时候 已经是几年后了 那会儿女孩已经结了婚 而二叔在家人的催促之下 也先后向了几次亲 难度没成 他说他跟那些女的聊不来 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心里放不下 人嘛 好像总会执着于 你第一眼就认定的东西 在二叔三十四岁的那一年 那个女人带着孩子回来过一次 上坟祭祖 当时还跟二叔见了一面 只不过没待多久又走了 听说女人当初结婚是家里强迫的 那时候他们家欠了不少钱 对方出的彩礼特别高 就把他嫁过去了 结婚之后老公对他不好 最久之后经常又打又骂 可惜他身单力薄不是对手 娘家人也不管不顾 再加上已经有了孩子 就只能忍着耗着 二叔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很心疼 很愧疚 劝他离婚回老家来 有孩哭着说好 但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 也许是婚魅离城 又留在了山东 也许是他不想连累二叔 一个人带着孩子 去了别处 总之后来的几年 再也没有听到过 任何有关于他的消息 二叔在老家等了他很久很久 久到后来 他可能已经不是在等他了 而是习惯了有一个 思念的寄托 家里人总劝他说别等了 等就是没缘分 他不在意 他非说自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想去哪儿去哪儿 没人管着 也没什么牵挂 挺好的 他说得很潇洒 但听得人心疼 去年过年的时候 二叔来我家吃年夜饭 那天他心情很好 边喝酒 边跟我们几个晚辈聊天 开玩笑 酒过三巡的时候 他突然认真地叮嘱我说 以后找对象 别找外地的 别找爱喝酒的 别找会动手打人的 你要是真不小心 遇到了那种人 跟二叔说 我去打断他的腿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明明继续都在关心我 可我却感觉 他继续在怀念另一个人 这些年间 二叔一个人过得不好不坏 事业上小有成就 挣了点钱 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 但感情上还是老样子 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也没有刻意相亲 平时忙的时候 就一个人住在店里 不忙的时候 就跟朋友们去周边钓鱼 有人羡慕他活得自由 有人担心他一个人孤独 但他好像根本不在乎 别人是如何评价他的 对了 他爱吃荔枝的习惯没变 不过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舍得买 每次最多只买一件 有朋友跟他开玩笑说 问他留着钱是不是还在等那个女人 他笑着摆摆手说 早放下了 他谁也不等 就等自己老了去养老院 曾经爱过的人 走过的路 都成了过眼云烟 你不再刻意想起 也不再为难自己 感谢观看